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宇凤行,赵丽颖新剧央视首播,强大阵容惊艳网友 备受期待的仙侠剧宇凤行,以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搭档再度出击 其独特的仙侠背景,强大的制作班底,丰富的演员阵容都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令人期待的古装大戏 1、央视开播,赵丽颖引领仙侠风潮 赵丽颖,她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无需多言,她的演技早已让人铭记于心 此番再度演绎沈黎,一个身份超凡的魔族皇帝,她的演技将如何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中绽放,成为所有期待的焦点 2、仙侠奇幻,剧情设定撩动心弦 与凤行的故事背景婉转而来,如一曲离奇的仙乐,萦绕在神魔交错的幻境中 女主沈黎,魔界的王者,与神君之孙芙蓉君,在错综复杂的宿命中邂逅 这并非寻常的爱情,而是一场身世纷扰,阴差阳错的奇幻冒险 身为魔族皇帝的沈黎,她的成长和蜕变将是整个故事的主线 情感的升华和发展也将在神魔的背景中引领观众进入一段充满惊喜的仙侠旅程 或许,在我们看过的预告中,有人增对剧集的滤镜提出了质疑 但随着制作团队的不懈努力,剧集的视觉效果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整体画面质感更上一层楼,服装道具精致入微,让人仿佛至身于古老的神魔世界 剧集不再是单纯的视觉盛宴,而是通过对细节的精雕细琢,为观众打开了一扇通往奇幻之境的大门 四,赵丽颖与林更新,仙侠情深情侣CP撩人心弦 时光荏苒,多年之后,赵丽颖和林更新再度携手,执手共赋予奉行的仙侠世界 赵丽颖,早已从楚桥传的楚桥转身,成为了八十五花中的桥楚 林更新,则在重新回归工作的过程中,呈现出更为成熟和细腻的一面 两位老搭档再度合作,剧中的情感戏份将如何演绎,片花中那灯火蓝山间的对视 是观众最期待的衣抹亮色 五,配角群星,演技派云集 宇凤行不仅仅是主演的舞台,更是一座配角的舞台 新云来,何宇,轩璐,李佳琪,王一瑶,黄毅,胡丹丹等一众新生代演员 以及实力派老戏谷曾黎,刘冠林,徐海乔,董洁,都为剧集增色不少 这个群星闪耀的阵容,将宇凤行推向了一个演技实力和颜值兼备的高度 六,2024年爆款前夕,央视开播势如破竹 剧情引人入胜,演员群星璀璨,制作水准精湛,央视的开播 使得宇凤行在2024年成为爆款的前夕势如破竹 无需多言,凭借赵丽颖的人气和演技,以及整体团队的付出 宇凤行已经成为一部无法绕过的仙侠佳作 七,仙侠之旅,期待绽放的花朵 央视开播,赵丽颖与凤行即将成为2024年最值得期待的仙侠之旅 故事在神魔的世界中绽放,演员们已出色的表现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角色 这部剧集不仅仅是仙侠巨制,更是一幅富有艺术感的画卷,等待观众一一展开 期待赵丽颖在这片神奇的仙侠世界中,引领我们共同探寻属于宇凤行的仙侠奇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个令人翘首以待的时刻 赵丽颖的新剧宇凤行即将在央视开播了,这无疑是一场值得期待的视听盛宴 剧中赵丽颖将展现出怎样的精彩演出,令人十分期待 宇凤行不仅是一部赵丽颖的新作,还拥有强大的演员阵容,让人眼前一亮 这部剧集吸引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期待,他们直呼期待着这部剧的精彩表现 赵丽颖一直以其出色的表演和迷人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她在每一个角色中都能带给观众不同的惊喜和感动 这次在宇凤行中,相信她会再次展现出她的演技和魅力,为我们带来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形象 剧集中的强大阵容也是吸引观众目光的一大亮点 这些优秀的演员将携手合作,相信会为观众呈现出一个饱含深度和魅力的故事 让我们一同期待宇凤行的开播,期待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精彩演出 期待剧情的扣人心弦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剧为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在宇凤行中的精彩表演 王一博新剧震撼上线,谍战题材先声夺人,粉丝涨至15万人 最近,备受期待的长风破浪在央视官方公布,尚未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这部电视剧是一部以人气明星王一博为主角的电视剧 它主要是在讲述一位为国家而战的热血少年 据了解,这部电影是王一博的第一次拍摄男性间谍电影 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长风破浪是一部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的电影 王一博扮演的魏若来 由一个普通的国家央行小职员,一跃而成了一个金融奇才 在此期间,他对国民党财政方面的贪污行为有所了解 从而使他陷于犹豫与苦闷之中 幸好,李沁所扮演的沈涂男的姐姐对他进行了拯救 用一盏马克思的灯塔点亮了自己的心灵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抉择 他才与师傅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部戏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不仅有王一博,李沁两位明星 更有王阳,张天阳,高露等演技精湛的男主角 如此完美的搭配,更是让人无比的期待 长风破浪目前拥有超过15万的关注 足以说明他的人气有多高 长风破浪是一部间谍题材的电视剧 当然要有精彩的剧情,要有精彩的故事 从官方公布的宣传图上可以看出 这部剧的保密工作非常好 几乎没有什么人发到微博上 不过,这也阻止不了观众的狂热 大家都在表达着自己对电视剧的强烈期望 王一博是一位年轻的演员 他的表演能力和个人魅力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他的表演水平很高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蹈演员 但是,他却是从陈晴岭开始 成为了一个被大众所熟悉的艺人 他在这部戏里所扮演的蓝望鸡 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粉丝 之后,王一博相继出演风起洛阳 无名,热烈等多个角色 在娱乐圈中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虽然他平日里上布了多少热搜 为人也十分低调 但是他的热度指数依旧很高 关注人数的统计也是相当厉害 这一次,长风破浪是他的第一个男性间谍电影 对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家都很看好他 认为他会凭借着自己的表演 重新获得大家的认可 长风破浪中,不仅有王一博 还有几位演技精湛的男主角 李沁、王阳、张天阳、高露 都是演技出众、名声大噪的演员 他们的出现,让整部电视剧都变得生动起来 同时也让大家对他们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据了解,央视卫视将会把长风破浪作为重头戏来播放 这也证明了该剧的实力与实力 而央视,则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 他们挑选电视剧的时候,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 能被央视选中,并且被优先播放的电视剧 肯定都是精挑戏选出来的精品 所以,央视对长风破浪的关注 也让大家对该剧的品质有了更多的自信 到现在为止,长风破浪也只释放出了一张新的宣传图 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更新了 但如果能在央视播出 那绝对是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让我们共同期盼着谍报的伟大作品 尽快和大家见面 王一博的新剧已经震撼上线了 这部以谍战题材为主题的新剧一经亮相 立即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王一博在剧中的出色表现也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粉丝数量飙升至15万人 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 王一博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他在音乐、舞蹈和演技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天赋 他的出道作品就展现了他的多面魅力 而这次在谍战题材的新剧中 他再次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他对角色的把控和诠释让人印象深刻 令人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更加精彩分成 这部新剧以其扣人心弦的谍战故事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而王一博作为主演之一 他在剧中所展现出来的精湛表演和角色魅力 无疑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焦点 他对角色的细腻演绎和情感把控 让人感受到了他对演绎事业的专注和用心 这次新剧的成功上线 也彰显了王一博在演绎道路上的不断成长和进步 让我们一同期待王一博在这部新剧中的出色表现 期待剧情的发展和他带给我们的惊喜 感谢大家对王一博和新剧的支持 让我们共同见证他在演绎道路上的精彩成长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